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下令解散国会 三周之内重新选举 可以说一场新的政经风暴正在降临 为期四天的欧洲议会选举在周日落幕 27个成员国按人口比例选出共计720个席位 其中法国的状况尤其受到关注 出口民调结果显示 马利纳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国民联盟 获得超过三成的选票位居第一 而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执政复兴党遭遇惨败 仅获得15%左右的选票 结果公布之后 马克龙当地决定解散国民议会 在三周内举行全国大选 突如其来的闪电大选在法国引发政治震荡 这意味着执政党在面对政治速敌的步步紧逼之下 选择了放手一搏 也代表着马克龙与勒庞的最终决战将提前到来 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五次类似的情况 最近一次在1997年 时任总统希拉克解散了议会重新选举 但最终选举失败 令当时的法国迎来了左右共治的局面 而事实上 极右翼势力正在整个欧洲刮起新的旋风 动摇的并非只有巴黎 在柏林 德国总理舒尔茨领导的社民党 比14%的得票率创下了历史最差成绩 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则夺下了六个席位 而现任欧委会主席冯德莱安领导的中右翼联盟 以30%的得票率继续保持领先 在布达贝斯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党 以43.8%的得票率胜出 但远差过上次的选举成绩 可能将会创下欧尔班执政14年以来的最差表现 在罗马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 以29%的得票率赢得了在意大利的欧洲选举 捧固了在国内的领导地位 例外的国家包括波兰 瑞典 芬兰和丹麦 仍然以中间派政府为主导 而西班牙则是中间势力大获全胜 但尽管如此 欧洲整体右转的趋势恐怕已经难以改变 分析认为一个分裂的欧洲议会 或将更难以通过立法 甚至在部分决策时有可能陷入瘫痪 GUE势力在欧洲议会不断扩大版图 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今天和财经评论者会先来聊 先生您好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欧洲议会选举 我们看到GUE的政党 不管是在法国 德国 还有意大利 这些经济比较强的国家 其实都是取得了大胜 这个背后的原因怎么去看 是不是真的说明 现在这些国家的民众 对于当地的这个现任的政府 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这些政府又怎么去应对呢 我想这次极右势力 它有两种 一种叫极右势力 一种叫硬核的右势力 在这次欧洲议会当中 选举就是一如预期的 用英文叫做search 就是全面冒出来 如果说单从票数看 看不出来 比如说像冯德莱恩领导的中间偏右 他还有什么中间偏左的 那社民党那些联盟 看起来在欧洲议会里面 还是票数没有减多少 但是呢 就极左那段 刷就掉下去了 极右这边刷就上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勒鹏领导的 就是法国的极右 还有呢 这个德国的选择党 他是在基民盟之后更右的 那这个极右和硬核右 他就慢慢变成了右的主力 以前是中间偏右 中间偏右谁是代表啊 马克龙是代表 现在人家在法国那边 那真正说我才是右 就变乐鹏了 对吧 然后还有呢 这个意大利这边 本来梅洛黎 他的兄弟党 他代表是极右的 他现在成了右的主流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看 为什么 这个越来越右这一端 变成了右的主流 就是一方面 他们是反移民 再一个就是 左那边是绿党 是输得很惨 所以极右这边 他是要保就业 要反绿色 这个是好多人原来没想到的 再有一个就是 右这边呢 还要反 就是疑欧派 他要反的是 布鲁塞尔的官僚 这个官僚 其实就冯德兰为主的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冯德兰也很取巧 他在选前 他老去找那些 比较右的势力 比如说梅洛黎啊 比如说 他觉得自己中间 那个不行 他就找他们合作 他一下觉得中间 选的还可以 他又说 中间才是真正的 这个欧洲的希望 还是希望他能够 继续围绕这个中间 派来做文章 继续选他来当欧委会的主席 究竟这个极右翼势力 冒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怎么样去应对 我们看到 法国总统马克龙 他是最先跑出来的 他 而且他非常的果断 非常的坚决 非常的出人意料 说我要解散议会 我要很快的 在6月30号就举行 这个重新的选举 当然很多人也觉得 这是个政治豪赌 因为你看6月30号 到现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 真的可以改变目前 这个GOE势力和他所在 这个政党之间的这个差距 我想他更多的豪赌 还是法国的特殊的政治体制 因为呢 现在法国的宪政当中 总统是说了算的 他这个总理那边是很弱势的 当然在法国的历史上出现过 就是总统是一个党 总理是另外一个党 基本上双方都做不了事 但大家如果去过法国也知道 有时候不需要做什么事 他就这么一路混下来的 很多人的日子 就这么混下来的 但现在是面临一个 大变局的时代 马克龙我想他 现在做这个政治豪赌 就是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三个星期 他是可能是希望于 乐鹏这边的党先上台 让你来管一段 管了之后呢 着眼于几年之后 真正决定法国权力的总统选举 就要让选民来认识 你看你行不行 你不是说你老行吗 说我这边不行吗 那你来试一下 而且试给你一个没权的地方 让你来实验一下 但是这个是个政治豪赌 如果人家做得挺好 而且呢 跟这个继承选民互动得非常好 那个时候呢 可能真正这个乐鹏 就是下人的总统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豪赌 2027年总统大选 还是最后的一个战场 谢谢主任生的分析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国内 那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在这个端午节呢 新中式消费 可以说是热点层出不穷 释放出了假日经济的新活力 这背后的逻辑要如何解读 下期回来 我们一起和市场专家共同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爱草门挂散发出节日氛围 端午礼盒开启国潮风尚 龙舟古镇 用动消费热力 在这个端午假期 传统和潮流碰撞出了新仪式感 新潮位 新体验 也掀起了假日消费的新风尚 中国文力部的数据中心 也刚刚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今年的端午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合计达到1.1亿人次 同比增幅超过了6% 总花费是403.5亿元 同比增幅超过了8% 5月5过端午 点爱业挂窗脯 祖辈传下来的风俗 在这个端午热闹地流行起来 端午节前 各大电商平台 线下花店等 新式爱草门挂突然火了 与菜市场几元一把的爱草不同 这些新的爱草门挂 经过花艺师的装点 搭配五色流苏 小葫芦 福卡 香囊运手等 富有吉祥寓意忠实配件 一下子就卖到了上百元 甚至近200元的单价 临近端午更加公布应求 有店主表示 这一波热度 主要源于社交电商上的 博主种草 高颜值的新式门挂 成了过节晒涂的社交货币 店里爱草花树订单 80%来自线上 也有爱草产业基地的 负责人表示 今年端午期间 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0% 与此同时 端午节也是人们 味蕾寻先的好时期 粽子无疑是少不了的主角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公布 今年受文旅经济 礼品经济带动 中国粽子市场规模 首次突破百亿元 同比增长8%至103亿元 而曾经冯杰必有的 咸甜之争 也在年轻人 对仪式感的追求中 更显包容 羊枝甘露 芋泥咖啡等新鲜口味 层出不穷 连百年老资号五方斋 也加入了这场粽子创新 年轻消费者喜爱的 爆料粽系列 今年推出了新口味 例如爆料黑松露 干杯蛋黄粽 爆料板栗 豆沙粽等 此外 青石峰也挂到了粽介 京东6号发布的 端午节消费观察显示 地堂地址的 五米粽 紫薯粽 五色糙米粽 搜索关注度 同比增长均超百分之百 至于文旅消费的热潮 也在端午期间持续不减 今年端午假期出行 仍以周边油 短途油为主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 6月7号的车票开售后 上海 北京 广州等中心城市 开往周边小城市 特别是县级城市的车票预定热度 较平日增长两倍以上 赛龙州 吃龙州饭等 各类民俗体验活动 更是激活了加入文旅市场 广东佛山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叠叫赛龙州 成为端午假期的热门民俗小城 此外 湖北宜昌 江西南昌等多个城市 已陆续开启龙州赛事 进一步推动龙州文化的传承 打造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新名片 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 我们特别请到 申万红源理财研究首席分析师 蒋亦凡先生 来我们分析 江先生你好 你好 每一年这个粽子 都是端午节最重要的一个消费品 近几年我们也看到 这个粽子的变化 是大大超过了往年 不仅是有这个往年的甜咸之争 现在创新口味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像是五方斋 这些传统品牌的市场份额 也是在开始被一些新品牌去蚕食 而且有的品牌是推成初心 甚至是推出了上千块一个的粽子 您觉得为什么近几年来 市场的变化这么的大 究竟怎么样来看背后的原因 好的 对于粽子这个市场 我觉得它能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其实一方面跟产品的多元化 是有很大的关系 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 越来越多的新奇口味 出现在了我们传统的粽子 这样一个食品上面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是被大家所忽视的 就是粽子的销售渠道 正在发生一次非常重大的变革 因为在2019年18年之前 就是传统的这个粽子 它的主要的销售渠道 还是以商超为主的 就是以超市大卖场为主的 这样一个销售渠道 那么传统的几大品牌 像刚才讲到的那个 五方哲哀 还有像那个支围观 等等 信华村等等 类似的这样一些品牌 其实大部分的销量 其实都是来自于商超这个渠道 但是从20年之后 随着电商逐步的兴起 随着直播电商的逐步的兴起 那其实我们看到传统的商超渠道 它的这个出现了一个日渐萎靡的这样一个走势 那么如果说你去看一下上市公司年报的话 就会发现这些大品牌 他们在新渠道上面 其实做的还是蛮好的 像电商渠道 直播渠道 包括他们的自由品牌的那个门店的渠道 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两位数以上的增速 但是唯独是商超这个渠道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降 同比的降幅也是在两位数以上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整个市场的传统品牌 它一方面 它传统的渠道可能是在做减法 尤其是商超这一块 同时他们也在发力 去做一些新的销售渠道 像电商直播 他们也在做 但是一增一减 这两股力量对冲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整理的这个增速 还是相对偏慢的 你和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品牌 包括专门走直播渠道的这些新势力 你去对比的话 那就可以发现 这个增长速度是远远不及的 所以我总结下来 就是粽子这个市场 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月饼市场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就除了这个口味正在变得多元化 越来越多的新的品种出现在市场当中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传统渠道 它的那个日渐萎靡和新兴渠道的这样一个兴起 那么让很多市场的新进入者 就踩到了这样一个风口 因为他们没有包袱 他们没有历史包袱 就没有那种传统渠道的销售的压力在那 主攻新渠道 那么再加上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花样出来 做一些新的口味 博眼球的一些营销方式 那么这样一来一回 就让我们看到就有很多这种传统品牌 也不光是在粽子这一个品类上面 包括月饼 还有其他的一些食品上面 都出现了差不多类似的情况 传统品牌这个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慢 新品牌它的增长速度就会很快 确实销售的渠道是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观测指标 当然除了粽子之外 像是我们刚刚评论看到了 艾草 五彩神 这些传统的民俗用品 也是出现了一个热潮 那几大平台的数据就显示说 其实在段无前一周 这些品类的销售额是增长超过了一倍 所以您觉得这种消费行为 是不是和我们之前说的国潮觉醒是有关的 那这种消费趋势的变化 是不是真的值得业界 尤其是一些传统业界的经营者去留意 对 我觉得像艾草这种 有中国传统意义的一些 而且有那个端午标签的这样一个消费品 它能够兴起确实跟国潮消费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而且尤其是一点 就是我调研下来 其实会在端午去买艾草这种商品的人 他反而倒不是一些中年以上的 或者年纪更大的这样一些消费群体 反而倒是那些我们所谓的这个C时代 90后 95后 他们也非常喜欢买这种东西 因为我发现就之前做过一个调研 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C时代 90后 95后 其实他们对于消费的这个理解 跟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就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或者说消费群体 那么在购买商品消费的时候 往往就是会有一种面子消费的这样一种倾向在里面 但是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 他们只讲究第一 你这个东西要好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能够彰显自己的个性 有很多年轻人认为追逐国风 追逐国潮 这也是个性的一种 所以就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以来 以年轻一代为主的消费群体 其实往往是国潮消费的主力军 然后第三点就是要追求高性价比 就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这个跟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可能消费观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随着C时代的年轻人 逐步的成为未来可能五到十年的一个消费主力军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国潮消费的这样一种风潮 我觉得在未来很有可能是不光光是局限在端午 这样一个节假日里面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节日 或者说一些吃喝玩乐的一些领域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消费的新的趋势出现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 不光光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这个行业而言 那么对于资本市场而言 可能也会慢慢的开始看到这种趋势出来 确实这个国潮消费除了在商品领域 在旅游市场 今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有所体现的 另外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来说 可能是受到了学生考试因素的影响 今年整个的旅游市场的出游价格相对而是比较友好的 是适合这个简陋出游 在携程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就看到 包括像西安 烟台 威海等等 这些热门的酒店的一些人均的花费 相较五一假期是大大的节省超过有30% 当然比暑假相比又非常大的一个优惠 在今年五一的时候 酒店的入住率和房价的增速 其实和之前比起来还是有所放缓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是不是旅游消费降级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看到当中 其实还是存在一些新的机会的 所以您怎么样来看今年假期旅游市场的一个新的面向 好的 我觉得这根旅游消费降级 应该关系不是特别大 当然刚好卡到高考这个时间点 可能也是就是最近几周吧 可能就整体这个旅游市场不是特别旺盛 但是也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基数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基数原因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旅游复苏的这个势头是非常旺盛的 像去年的春节 还有去年的五一国庆 我们看到出游人数的增长速度 就是动辄超过80% 甚至有超过100%的 增长速度非常的迅猛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旅游服务商 像那个酒店旅行社 因为准备并不是特别充足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旅游产品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 所以去年这个价格其实是走得比较高的 因为它这个增长速度实在是太过于迅猛 当然跟基数原因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到了今年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增速 因为去年基数非常高 所以今年的增速是在往下走的 今年春节的时候 出游人数同比增长是30% 然后到了五一的时候 就已经跌到个位数了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9%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 可能最近又掉到了6% 所以它的那个增速逐步下来之后 它的那个出游人数还是在往上增长的 但是因为商家因为旅游服务商 他们有了去年的经验 所以今年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 不会再出现什么酒店没房间 或者说买不到票等等 所以准备充足之后就会显得 没有那么供不应求 那整体这个价格就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供需上的一个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在下节回来 我们会继续带各位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今天在海内外的财经媒体 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 凤凰网财经 今天最受关注的报道呢 是北交所的上市委员会的会议 在暂停了四个月之后是首次重启了 北交所官网显示 上市委员会定在6月17号的上午召开会议 来审议 沉淀光信的手法申请 这同时也意味着呢 金沪生这三大交易所的上市委员会 会议已经全部回复 分析人表示呢 此举是增加了一二级市场的供应 有助于市场预期和市场信心的回复 英国金融时报今天聚焦的是欧洲的议会选举 那么极右翼党派在选举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是有望赢得了欧洲议会720个协议当中的四分之一 这个结果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国内地位呢 可以说是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那么预计未来欧洲议会将会采取更加反移民和反绿色能源的立场 至于华尔街日报今天就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 文章就说呢 每一次去杂货店或者是支付房租的时候呢 仿佛都是在提醒的人们生活成本比几年前是高出了很多 尽管现在在美国呢 薪资的增长速度是高过通货膨胀的 但是呢 并非所有人都因此受益 美国4月份的通货膨胀指数 CPI是较之前回落到了3.4% 不过在疫情的前几年要知道呢 这个数字通常是只有低于2%的 而且对于人们来说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商品本身的价格 而不是价格的波动 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那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韩国银行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称 如果出生率和生产率没有大幅反弹或者突破性变化 韩国经济将于2040年进入负增长 报告预计 2040年的韩国人口将会有限时的5178万下降到5060万 到2070年将再进一步减少至3700万 专家称 为防止经济下滑 企业必须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并对融资和企业发展体系进行变革 熊本县 熊本县 将于2025年3月迎来出道15周年 为隆重纪念这一时刻 熊本县政府从日本41个都道府县 香港 台湾等各地粉丝中 居莫了合共674个 庆祝熊本熊诞生15周年的logo设计 经过筛选后 控由10款logo突围而出 并于6月7号起 于熊本县厅 粉丝网站等多处接受投票 让粉丝投票决定将接受最终评审的五千作品 好 接下来端午节过后 想要吃便当可能要多花一点钱了 端午节过后 台湾的便当将掀起一波涨价潮 台湾知名便当连锁正中排骨饭宣布 明天起鸡和鱼类的便当价格将调涨5元新台币 一个炸鸡腿饭要加110元新台币 约合26元港币 据了解 正中店内超过一半以上的品类都将涨价 两年内已经涨价三次 而高雄知名的香港发财烧辣 全部便当都将调涨10元 四宝饭一个要价150元新台币 约合36元港币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